公式单元剧《试管神仙》今天举行适应 除了有男女主角孙鹏与陈孝萱出席之外 现场还来了神秘嘉宾屈中恒到场踢馆 已经是金钟影帝的他还向孙鹏下站铁 要来个演技大车拼 他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 但是我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同时都入围最好 那至于得不得奖呢 其实每年金钟奖的评审也好 什么的标准也都不一定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能够入围的话 就表示我们都是一等一的演员了 而九位演出的陈孝萱首度挑战演孕妇 更是让影迷们期待万分 谈到其中一场声音床戏 陈孝萱说其实演起来没有想象中尴尬 那因为孙鹏大哥他在演他那段戏的时候 我有去他那边帮他配 就是其实我有在隔壁帮他搭 那所以我大概知道他那时候的演出是什么 所以等到演到我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比较能够拿捏 试管神仙即将于本周日晚间十点半于公式上映 剧中孙鹏与陈孝萱饰演一对不孕夫妻 尝试各种方法求子 是一部效忠带泪的喜剧片 台湾请报苏毅文林依秀采访报导 宝萱